黑棒棋十六強 古堡加上先發動手李承鋒 微風八面 彎頭九居 只被敲出四隻安打掉一分 漂亮角出優質先發 是球隊晉級八強行列最強演的工程 但他賽後腼腆的只給自己打了80分 很興奮 因為期待這種場合已經很久了 今天就是教練要求的位置都去 想辦法把它丟到 讓他們打不好 我前面是滿緊張的 只是後面越丟越開 就是放開來這樣子 就比較好 後面那個有公式的時候 其實自己也很興奮 這場比賽表現最優異的 當然是先發投手李承鋒 那很高興他 他自己也 因為他是高三嘛 也是隊長 那他也承擔起輸贏的責任 那很高興他這場比賽表現得很棒 那也展現出他從暑假到現在的進步 把成績展現在球場上 國寶是國內輕豹 數一數二的禁旅 去年黑豹起拿下季軍 今年晉級八強算是第一標 巧的是去年十六強 正好也淘汰掉了美盒 而和去年兩隊差了七分輸球相比 最長的比分更為接近 楊美盒的總教練陳瑞正 似乎有點可惜 我是覺得還太可以啦 因為手臂上一些 一些手臂的一個case上面都表現得不錯 不過今天有一點可惜是 運氣成功也不是在我們這邊 幸運 幸運之神不在我們這邊啦 因為有很多球 集到的球都是很漂亮 那其實這個就是棒球嘛 那沒關係啦 鄭總受訪談到這幾年帶青棒選手 其實和他當年帶直棒球隊的風格差不多 場上嚴厲帶兵 場下可以和選手打成一片 也期待今年正中 這一群主力的高二選手 明年到了高三打黑豹起 可以更進步 挑戰美盒隊史最好 黑豹起的八強成績 我來提取紅人口 紅花君 採訪報導